我们把我们的圣经翻回雅各书 雅各书第四章 我们再看雅各他再重复要尝试 教导我们一些事情是关于一些警告和一些责备的 是关于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引诱我们基督徒去接受 同化到他们的世界里去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他的哲学就是反神学的一个理念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这个肉体来说 它会吸引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去进入这个世界的这种思想中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 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空虚的 它们缺少了一些喜悦 一些开心的或者是冒险的或者是旅行的这种经历 哪怕有这些但是生命还是很空虚 因为这些东西常是让我们觉得可以充满我们的生命的这些事情 只是短暂的给我们一些快乐而已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面 这个世界里的人他们对那些快乐的那些需求的很高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会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些满足他们的喜悦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他有提到 就是我们要警告我们要警惕世俗的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然后今天我们就看到雅各他会提前展开 就是讨论世俗的最后一个方面 就是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像雅各他在这个文章中提到我们的 我们先看第13到第17节 第4章的13到17节 他说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连 做买卖得利 其实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做那事 现今 你们尽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你们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就是他的罪了 他就会提醒我们 我们是要过一种 依靠自己的富足的生命呢 还是 我们需要 靠着神的生活 因为有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已经足够 他已经够富足了 所以说他在生命中 他就忽略了主的存在 所以 这就是雅各 他正在 责备这些人 他们只是靠着自己的 自主的骄傲 来生活 所以说雅各 他开始对那些 这些自主 骄傲的人 他们要开始进行警告 所以一开始 他使用的词是说 嗨 你们有话说 所以说 我们看到前面 就是当雅各 他要转换话题的时候 他都会说 弟兄姐妹们 然后他是用这样的称呼 开始一个新的话题 然后他现在在这里说 你们有话要说 就是他是直接了当的 在跟那些读者在说话 他的 说话的对象 是那些有一定经济 能力手段的人 或者是在社会里面 有较高地位的人 这些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你有了钱 那你现在就要计划 如何去使用这些的钱 当然 一方面 我们知道 主已经通过他的比喻 他有讲述 我们是要做一个好的管家 是如何的重要 就是那些主人 把他们 托付给他们的 他们那些仆人 进行了投资 然后就受到了表扬 而那个主人 责备的那一个呢 就是把他所托付的那些财宝 埋在地上 什么都不做的人 那些懒惰的人 所以 我们看到这里 雅各他并不是要说 他不是要责备那些 做管家的人 并不是说你赚钱 就是错的 所以 这里我们就看到 他是要跟这一类的人 在说话 就是那些有能力 有财富的人 所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 雅各在这里 直接开始对他们说 你们有话说 这里 就是说 他关注的对象 就是那些 还是自称于自己 是基督徒的那些人 但是呢 他在这里要责备的 就是那些自称基督徒 但是他们的行为 却跟世俗上的那些行为相似的 这一群人是非常有能力 有远见的 他们制定的计划 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 他们是有自信 他们在市场上 在他们的世界里 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他们不是懒人 不是懒人 他们都游刃有余 所以说他们为自己 每天都制定了 相应的计划 他们也知道 他们的计划的最后期限是什么 他们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要去哪里 做什么 他们已经为所有的事情 做好了规划 比如说他们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去这里这里 然后在那里住上一连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交易 获得利润 所以说难道这不是对的吗 这是一个 当你有智慧 你要去进行这种计划 去投资的时候 这并没有错 所以说我们知道 雅各他是写给犹太人的 而犹太人 他们在商业活动中 他们都是非常有名望的 他们都是很擅长投资的 我们知道 犹太人当时 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是因为他们被当时的那些超级大国 所侵占 被驱散 哪怕是到了现在呢 那其实他们中还是有些人 他们会自己选择离开他们的祖国 就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商业机会 所以说即便是在今天 这也是在实现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交通方式 我们的距离已经也是变得更加的容易 然后人们还是根据你的商业的需求 怎样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行动 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要讲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误解雅各 他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你赚取利益是某种罪 因为如果你去赚钱 也是犯罪的话 那么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参加任何的商业活动 你就不能过你普通的生活 然后雅各他在这里呢 也不是说你制定一个计划 你谨慎地去投资 你为了你的退休去储蓄 或者是你买保险 这些都是不对的 雅各并不是说那些都是错误的 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主委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 神是需要有好管家 有智慧地去管理他给我们的一切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利用 从神而来的智慧 去做好这些计划 去好好地去实现这些事情 所以说我们看到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有责任的人呢 我们是一个好的管家呢 我们都是应该要做这些计划的 那雅各他在这里 他到底是要责备什么呢 难道我们就是 雅各他在这里要责备的是那种 骄傲自信的态度 因为这种态度与世界上的那些世俗上的态度 就没有任何的不同 你看我们这些世界上他们的人 他们在进行他们的计划的时候 他们有想到过神吗 没有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神 他们就想 今天我要去这里 明天我要去那里 我要在这里开一个店 在那里做什么 在他们的计划中 是在他们的态度中 他们就觉得所有的成功 都是靠着他们的自己 所以说他们才会骄傲自大 他们就相信 人的能力可以做成所有的事情 我相信你以前也有听过 如果要让事情成为现实的 都要靠我们自己来 这就是世俗的一些话语 因为我就是我成功的 最重要的那个关键元素 都是靠着我自己 如果我要赚钱 我要靠着自己来成功 如果我要我的生意能够成功 我也要靠着自己来实现 如果我想在我的职业中取得成功 我也是要靠着自己来实现 如果我要考试的好的成绩 我也要靠自己来努力 但是我们看到 这是一种 在一种假设 就是这种假设是认为 我们人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掌控所有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未来都是靠着自己 作为这样的决定因素 但是这样的假设 我们完全就忘了一个东西 就是把神从我们的主权 排除出去了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神 祂有这样的主权 能够决定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 雅各他是写给那些基督徒的 因为他如果是写给那些非信徒 那些非信徒根本就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因为他们还没认识神 所以我们知道 基督徒应该都是认识神的 我们的生命不应该 只是靠着自己 而忽略神的存在 因为他在这里 责备这些基督徒呢 是因为他看到 这些基督徒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然后就排除了神 这个就像那些无神论者一样 所以说他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所有的事情上面都没有想到神 那他们跟那些无神论者 就没有任何的差别 所以我们在学习 工作 玩耍 旅行 我们就好像神不在我们周围一样 要知道 雅各他是写给那些基督徒 我们看到第二章有讲到 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我们的行为 他就是死的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人说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 他们做出的 但是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中 做出的任何的计划 生命中都没有神的存在 这也是 为什么他们展现出 他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在第十四节 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 然后有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这里讲到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为什么人是这么的骄傲之大呢 因为我们对自己抱有很大的信心 然后我们是很骄傲的 这里雅各他是说 你的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 你可能知道 今天你可能用你的天气预报的那个软件 你去看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呢 可能我觉得明天可能是会很热 不然我们就不是在新加坡了 可能明天会下雨 我可能就可以做天气预报的那些预言者了 但是你能知道明天有什么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吗 如果你连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能够准确地预测 明年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这也是真言二十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 不要为明日之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不能知道 所以说就是因为生命这样的如此的不确定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就会制定一些紧急计划 所以说就是你觉得明天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就为那些问题准备一些预备的计划 就是说如果这个发生我要怎么做 那个发生怎么做 但是你知道你的明天可能会有成千上万 或者百万个可能 那你真的能把每一个的要相应的对策都能想到吗 你是想不到的 你哪怕花你一生的时间 你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 甚至你可以说你甚至不知道你明天会遇到什么 就像这里说的 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团雾一样 出现一会儿就消失了 就像早上的龙雾 到过了一段时间它就消散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开篇就提到那些卑微的弟兄就该升高 就该喜乐 那些富足的要降杯 也该如此 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就像你看到 就像 我们看就像那些富足的人一样 他们就是像草上的花一样 虽然有荣耀 但是很快也会过去 所以说当时这些富足的人 他们起来的时候 他们会带有一种骄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是要他们变为谦卑 这里诗篇也是讲到 你使我的连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连树 在里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世人行动 实习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积蓄财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我们的人的生命是 难以置信的脆弱 我们知道 可能下一瞬间 我们的生命就永远地改变了 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之后 你所有的计划都会被打乱 不管是一个事故 一次健康检查 都可能改变你的人生 所以说当我现在说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到 这个拜一在淡冰里 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 如果你们在座的 有一个人 就像这个事情一样 你都要去上学 你去工作 你去考试 你可能也会遇到 在淡冰里 这个交通路口 遇到的事情 这个可能会发生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就是这么的一瞬间 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看到 特别是各个媒体 都非常留意 这个17岁的这个少女 这里也有一个 50多岁的女士 也过世了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关注 这个17岁过世的 这个女孩呢 这是因为呢 因为她还有 本来她还有 很长的道路需要走 她本来还有 很多的可能性 会在她的人生中发生 她可能也有 她自己的规划和计划 但是像这样的悲剧 提醒我们 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一个17岁的年轻的少女 从来都可能还没有考虑过 死亡的这个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想到 我们生活在新加坡 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寿命 预期寿命是非常地长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们可以活到80岁 90岁 甚至超过100岁 但是这些想法 都是我们自己的骄傲 因为没有人可以说 你能活到那样的年龄 没有人能够保证 你能够长寿 你可能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一个驾驶者 但是只需要一个 愚蠢的驾驶员 他就可能让你的生命 受到威胁 不管你有多少的钱 你不能用钱 来买你的寿命 让你不要死亡 就像希伯来书说的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死 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是一个让我们 警醒的一个事情 让我们能够承认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 所以说如果当你去告诉那些 这种告诉这些不信的人 他们说这句话 你不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吗 那那些飞行徒会怎么说呢 他们也会赞同 对 我们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去问他 你的生命可能是非常的短暂 明天就会消散 那些飞行徒也会说 是 我们也相信的 就像这些交通事故 发生的事情一样 他们不会跟你争辩 这个是不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到 哪怕是世界上的人 他们也认同这些观点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跟他们既然都有同样的认识 但是我们跟他们的认识 有什么不同呢 这也是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要顺服神的意愿 会给我们所带来的不同 所以这里讲到 如果神他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这个 做那个 那对那些自己自满骄傲的人 我们要怎么去 让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呢 因为我们知道 哪怕是我们是作为基督徒 神对我们来说也是 因为他是不可见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 有些时候也是很容易 很容易忘记他的存在 所以当我们在制定 我们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骄傲 我们也会自信地认为 我们如果能够计划得到 我们就能够成功 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 也没有停下来想想 把神加入到我们的计划 和执行过程中 我们要想想 他的意愿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 主在他的祷告中教导 我们要愿神的国降临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主耶稣 他自己在马太福音中 在克西玛林园中 他也是这样祷告 在他第二天被 定十字架之前 他是这样祷告 他是说 他又第二次去祷告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所以说这里是讲到 如果神的意愿是这样 我们就要顺服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顺服 神的旨意呢 第一 因为 这里我们看到 雅各他是怎么说的 他没有说是 他是说 如果主愿意 他并没有说 如果神愿意 他为什么在这里是用主 而没有用神这个词呢 因为他是说 如果主愿意 他的强调的是 神就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之所以存在 也是要为了执行神的命令 如果我们的生命 是像物一样的脆弱呢 那我们是否能够活着 完全取决于神的旨意 因为神是那位决定你生死的 最终的裁决者 但是 神主也是决定了我们做这个 做那个的最终的裁决者 所以 哪怕是一个 自己觉得是在行使神的旨意的人 比如说像传福音的传道者 或者是宣教士 他们也是要把他们的计划 继续顺服在神的旨意上面 就像神 对安提阿的教会 保罗对安提阿的教会说 但词别了他们说 神若许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从以弗所开传走了 然后保罗他也是对罗马人说 我不住地为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地恳求 或者按照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 去往你们那里 所以说我们知道神经常会改变保罗 他的传道的道路 他也是去到各种方式 哪怕他最后去到罗马 并不是按照他的想法 是去传福音 而是作为一个被捆索的人 囚犯 在哥林多教会他也是说 主若许 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 并且我所要知道的 不是那些自高自大自人的言语 乃是他们的权能 所以他是说 如果主愿意的话 我会到那里去 所以哪怕是像服事神的 事工的这些使徒 哪怕是像保罗 他们也不会再没有神的允许 下去做任何的事情 即便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也是心甘乐意地 顺服于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 难道我们不需要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吗 我们知道 这一篇道的阻止在于是 我们愿不愿意舍己 如果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就是需要舍己 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否定我们自己 我们就无法顺服神的旨意 就像马太福音他是说 因为主在我们跟随他之前 他就已经提出了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他是说 你们要跟随我是要做好准备的 你们不要先来跟随我 因为我要先告诉你们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否定你自己 去舍弃你自己 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而去做我叫你们做的 你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背负这个十字架 因为这个十字架的代表就是 你甚至可能会面对生命的危险 甚至会为此而送命 哪怕是在我们在新加坡 你可能就是说 你愿不愿意甚至负上你可能被上脚刑架的这种代价 所以我经常会想到 有些时候我们会非常激动 我们会非常热心的说 神啊 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都愿意 我甚至会为你而死去 但是神这样的告诉我们 我会测试你们 我会给你们一些考验 我会带你们去一些 让你们感到不愉快的地方 如果你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话 可能你们不会选择去那种地方 所以说如果你们可以选择 你们不会经过这样的死因的幽谷 但是如果这是神要你们经过的地方 你愿意去那样的地方吗 所以主耶稣会带你去到这样的情景 去测试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舍己 而你自己的反应呢 就会能够让你自己查明 你到底在舍己上面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当我们的主这样他说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要我们在理论上去接受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以后会遇到困难 我会经历一些磨难 好好好我知道 我记住了 因为主耶稣 他的教导总是会在实践中让我们经历 这也是主耶稣是要这样的测试我们 所以有些人呢 他们跟随主耶稣 他们会去面对一些他们不能再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到主耶稣 他在证明 用比喻撒种了比喻来解释的时候 主耶稣他是这样说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 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 所以说他们是当下是非常开心的去领受去 有这样的热情说 我要舍弃我自己 我要背负十字架来跟从你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极致味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这也是主耶稣告诉我们 就是说当我们经历这样不开心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要怎样的反应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到三节 这里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有非常应用的一个价值 在罗马书第一到十一节 我们讲到那些神学理论的时候 这里保罗在十二节 他就说我在这里展现给你们看 就是靠着主耶稣 靠着神的意愿 我们要作为这个世界的献祭 这个第二节 他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保罗是如何描述 然后神的旨意呢 它是良善 存全可喜悦的 你可能会想象你现在所经历的 既不是善良 也不是存全的 也更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需要抵制我们的感觉 来判断神的旨意 这里我们再次提到 你是不是愿意真的舍弃你自己 如果你又选择 你是不是还会选择这条路 还是你会选择你觉得好走这一条路呢 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会很困难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抵制这样的诱惑 就是靠着我们的感觉来判断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的感觉 基本上不是一个可靠的来源 用来判定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的感觉时而高 时而低 非常的不稳定 你心里的那种感觉 会被你的情绪所影响 但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又非常的真实 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 是如此的真实 所以说我们经常就被诱惑 因为我们经常就来依靠 依赖他们 但是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感觉也可能被罪所污染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 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 用来告知 引导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是求神来引导我们 我们现在经过了一个很糟糕的时刻 求主 让我们能够领受 你的带领是良善的 是纯全的 是完美的 所以说这个 敬文它一直在这里 不管你是经历好还是经历坏 你走上 但是这并不是说 每次在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我们都说 如果神 这是神的旨意 如果敬文说 我们要用 就是说你每次都是在你要做的事情 后面加上这一句 如果这是主的旨意 我今天要穿白色的衣服 这是主的旨意 我今天应该吃什么 而是要把这个是寄出在我们的心里 要让我们 这个成为我们就是处事的态度 就是说我们都是寻求神的旨意 那我们如何才能把神的旨意 加在我们的计划中呢 就是这就是我们不要做那些 骄傲自大的人 就是说我们把神排除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所以说这里有六个问题 你可以思考 就是当你在做计划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你的计划 在祷告中的时候交托给神呢 就是我们要感谢 今天我们的合唱队 所唱的歌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 我们祷告我们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去签合约 去做这些那些的时候 都是自己靠着自己去决定 还是我们有把这些事情 真的是有祷告交托给神呢 所以这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在承认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因为我们是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 生命中的一个计划 我们把我们的目标都分享给神 让他来掌控 第二 我们的计划呢 它是有符合圣经的要求吗 还是它违反了圣经的原则 当然 如果我们的计划中 涉及到任何的罪 那显然都不是神的旨意 然后这是背逆神的一种表现 然后这个计划呢 是否会让我处于一个容易受到诱惑的 那种脆弱的位置呢 我们是不是会受到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还是今生的骄傲呢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会不会把我们暴露出去 让这些不同的诱惑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呢 然后让我们慢慢的就变得像世俗的人一样 我们就骄傲自大 充满了自信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计划 有没有帮助我们去更多的爱神和我们的灵圣 因为我们神最大的诫命就是 归于到这两个题 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力 去爱主我们的神 然后第二个诫命就是 我们要爱我们的灵圣 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 这两个诫命就是 就是可以总结我们的神 给我们的十诫中的所有的这些诫命 所以我们的计划 有没有帮到我们 在这些诫命上面能够成就 还是我的计划只是让我更爱我自己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提到 你的骄傲 你的自主 你的自大 第五 那我有没有寻求一些属灵的建议呢 我们看看这两个证言 证言十一章十四节 无智谋 明就败落 谋事多 人便安居 有没有看到 就是在有谋事众多的情况下面 人才能安居乐意 然后同样十五章二三节说 不先商议 所谋无效 谋事众多 所谋乃成 有些时候会这样的想 你在可能会关注你的计划中的某一点 然后我们如果邀请其他人 从不同的观点来看你的计划 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 他们可能会告诉你 哦 从我的观点来看 你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然后你才会恍然大悟说 哦 对 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些 所以当你把不同的人 他们的观点来一起分享的时候 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有些时候 当问题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 我希望有人可以告诉我 我们应该怎样做 这里并不是说 是随便什么样的建议 从世界上来的 而是这种属灵的 是属灵的这种计划 因为我们需要的这样的建议 是符合圣经的 就是说 哦 你的这句话 从圣经上来说 它是讲到 它是合适的 是应该这样做的 所以说 这些所谓的建议 是从属灵的角度 从圣经而来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些人 哪怕是社会地位很高的 比如说总统 那些首相 他们所做的决定 都不是他们自己做的 他们都有很多智囊团 他们有很多谋士 他们有人帮他们 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 探讨 他们互相的争论 然后提出有意义的那些建议 那我们呢 这么重要的人 他们都有这样的 需要这样的帮助 何况是我们 所以我们的计划 是不是真的要 符合圣经的建议呢 然后最后就是 当我们实现我们的计划的时候 会不会真的 给神带来荣耀 还是给我们自己 带来荣耀呢 因为如果我们 实现了这个计划 我们得到更多的荣耀 还是神得到更多的荣耀 所以我希望这六个问题 可以帮助到你 当你制定计划的时候 真的是能够 把神当作计划的一部分 你会知道 应该要怎么去 制定计划 怎么去 跟大家一起来商议 使每个人都成为 你计划中的一部分 因为 最后我们又回到 雅各书的这里 四章 四章的最后的几个人 他说 他说 现今你们尽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最后这一部分 他还是在责备 他还是在责备那些罪恶 是关于自我满足的 这里是关于罪恶夸口的一些责备 因为他说 你尽以张狂夸口 所有的这样的夸口都是罪恶的 再一次我们要提到 雅各并不是要针对某种种族 并不是说那些 针对那些有钱的人 或者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 他说你可以去做 这些该做的事情 要有智慧的 但是 因为这些他们成就的事情 使他们骄傲至大张狂 所以雅各才会去责备他们 他说 因为我们知道 傲慢是一种复述的 因为这种骄傲的根源 源自于他们内心的傲慢 所以希腊词这个傲慢 它是一个附属 就是说很多 不只是一种 而还有很多种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在 雅各并不是说 他们夸口是错的 就是说你可以夸耀 但是夸耀自己的骄傲 那就是一种错误 因为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也谈论到 我们可以夸口 是怎样正确的夸口呢 就是说你是靠着 夸耀神的得胜 那夸耀是正确的 所以这里 因为雅各他觉得 这一类 靠着 夸耀张狂 是他们在今生的 骄傲上的夸口 这样的骄傲的自信和自主 去却是表现出 彰显出了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的世俗的那一些形象 比如说就去看到一个人 他就说 我的这些成就 全部都是因为 我靠着努力得来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 他是靠着自己成功的人 他们就是夸耀自己的计划 这也是他们在显示 他们所夸口的是 他们自己的计划 而是靠着 不是靠着神 他们反而就是夸耀 我的计划中没有神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他们不是说 他们不是说 我取得正确的成就 是因为神与我存在 而是我是靠着自己 没有神为能成功 所以 雅各 他说这样的夸耀 是罪恶的 所以说他们不但 在他们的计划中 把神排除了出去 没有包括神 他们甚至还夸耀 即便没有神 我还取得了成功 所以说这样的夸耀 是错误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 雅各他并不是对那些 非信徒 那些不信的人 在责备他们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 他是在 在责备那一些 开始变得 就是融入世俗的 那些基督徒 他在责备这样的人 就像那些基督徒 仿佛被放到了一个模具里面 他们进去被压 然后就变成那样的形式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靠着自己 这样的自高自大 我们就会慢慢的被世俗化 被进入这个世俗之中 就像上一个拜一 早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他会告诉我们 我们在精密的计划 都会在一瞬间 就会被破坏 我们今天我们读了 《路加福音》十二章 今天我们再回到那里看一下 这里讲到的是一个 比喻是关于一个 有钱人和一个没有人 所以这是发生什么事 因为有一个人对主耶稣说 他说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开家业 这是一个人对主的一个群 这是两千年前的 所以说哪怕在今天 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就是有人他要跟家里分家产 甚至高到法院去 然后我们的主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这个人 他是说我不要做这样的审判官 主耶稣说不不 如果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我不会介入到你们这个家庭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给了一个警告 就是从十五节开始 他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 家道丰富 这里我们看到 那个人 他叫你帮忙 他的到底的初心是为什么 他并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神肯定知道 这个人的心里面 他有一些贪恋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人 他是在关心一个家产的问题 所以说他在主耶稣在第十六节 就做了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财主 他的田产丰富 你觉得那是 那难道不是从神而来祝福吗 当然这个人 他可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知道 我们并不是就是靠着我们坐着 就能够得到这样的 多的丰富的田产 你需要去除草 你需要去加农药 施肥 这样这些农作物 才慢慢的会长成 他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 没有任何事情 是就是你躺着就会发生的 但是这也是神的一个祝福 让他能够有这么的丰富 然后他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心里就会在想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该怎么办呢 他说 他说这就是真言所提醒我们的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你只有两个 两个水果 两个木瓜 那你就不需要烦恼 我要怎么去收藏它了 只有那些出产众多丰富的人 他们才会有这样的烦恼 那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盖一个更大的吗 所以说他就要计划 要怎么去处理 他的这些石 他就说 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财物和食物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哇哦 你就是 你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你得到了很好的祝福 这并不是问题 你做这样的计划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雅各并没有要责备你 你有这么丰富的东西 你是要做这样的计划 这是一个很好的有智慧的事情 雅各并不是要责备这样 那责备的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看第十九节 他就说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所以说这里是对自己的灵魂说 哇 你有许多财物集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他这里是说 所以说你有这么多钱 那你就可以放松了 你要去吃就吃 要去喝就喝 你要去开心就去开心 他说的这些事情 去做这些事情 有错吗 你难道你最近就没有放松过 你没有去吃过好料 你没有去喝一些饮料 我们不是讲喝酒 我们是讲 难道你没有开心的笑过吗 你有一个很愉快的开心的时刻吗 别人告诉你一个笑话 你也是有笑过的 你做这些事情 有错吗 没有 那这里 主耶稣要讲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然后神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这里我们暂时停一下 除非你觉得 所以说你 这里是不是说 神他不想要你开开心心的生活 他难道是要 神是要我们每时每刻每天都读圣经 跟他祷告 我不能有快乐的时候吗 那神在这里 他要提到的是什么呢 神在这里 再一次他提到的是说 这些人呢 他们计划好他们的事情 但是他们却没把神放在其中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神 在他的计划当中 当他得到这样的祝福的时候 他没有想过要感谢神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请求神给他智慧 所以当他的计划得以实施的时候 他也没有再感谢神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是自私的人 这里比如说 这一家这个财富的人说 当你有这么好的财富之后 他是想 我要放松 我要去吃 我要去喝 我要去开心快乐 从中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国度 也没有建立神的国度 这就是神 神在这里提到二十一节说 凡为自己集财 为自己集财 这样的人呢 他只关心自己 叫自己 他们自己 他只在乎他自己建立的国度 他没有任何想到神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 却是不富足的 是很穷乏的 你可以设置你的计划 然后你的计划 始终都会是 你自己 你我 他都是自己 所以说 我们不要在这里 就觉得神 不要让我们 有开心的时刻 我们要知道 我们 最重要的是 在我们的计划中 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 他必须 进入我们的生命 进入我们的计划 因为他 就是为我们计划 生命一切的神 所以我在想 可能 现在我们要回到第17节 17节这里 我们最后讲到的 所以每一个人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 但是你没去做 那其实也是一种罪 并不是说 我不做就没有罪了 那这一段话 在上下文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里是讲到 有个音词在这里 就是说 你知道了 你不去做 这是他的前提 所以说雅各 他在这里 是有充分的理由 他进行他的这个论证 他是说 就是说他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 是应该去做的 但是他们却没有去做 这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忽略了神 没有考虑到 神旨意的一个事 所以说我们 我们称呼这样的罪 叫做遗漏的罪 遗漏就是我们忘记了 通常呢 我们认为罪是因为 我们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 这些是叫做作恶的罪 是你做了 比如说你犯了爱世界的罪 或者是你用你的舌头 说了那些不该说的恶言 所以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忏悔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忏悔那些 我们做恶的罪 但我们有些时候 没有经常思考到 我们忽略了 我们没有去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的那些罪 就是那些所谓的遗漏的罪 比如说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计划 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面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那也是罪 这就是一个忽略的罪 有些时候我们是知道 我们应该互相彼此祷告 来帮助彼此 担当彼此的罪 中担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那也是罪 或者我们有些时候 应该是去做 传福音的见证 做见证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做 那也是没有去传福音的罪 所以说呢 罪并不是只是包括那些你做的错误的事 罪也是包括那些你知道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但是你没去做 那也是一种罪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评论者 他是说我们不能以我们没有积极的去做任何的错事 来有借口来逃避 忽略的罪和作恶的罪 是一样的真实的严重的 所以说有些时候说 我没有做那些错的事情呢 但是 神在这里是问的是 你有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那些对的事情 比如说雅各说 我不应该用我的舌头说那些不该说的话 所以说那我就闭上我的嘴巴 我不说话 那是错误 因为你需要在正确的时候 正确的地点说一个正确的话 比如说传福音 比如说去教导小孩这些 你该说你没说 那也是你的罪 所以 所以呢 我们记得雅各他说 他在第六节 他是说 这是说 所以说这里是神 他赐更多的恩典 给谁呢 给那些谦卑的人 所以当圣灵在时 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这种自己 骄傲自大的罪的时候 或者是忽略神 在我们的生活中忽略神的这种罪的时候 神他有提供给我们恩典 大于这个罪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转向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当你知道 如果有些事情 你是需要去接受 比如说你要去认识神 你要去觉知祷告 你要去受尽 这些都是神所教导我们 是应该去做的时候 但是你没有去做 这也是我们的罪 这不是我说的 不要说这是我在说什么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但是我们知道 神他是有恩典的神 他吃个我们的恩典 会大于我们的罪 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来个能够谦卑地承认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可以转向他寻求恩典 来过一种承认他存在的生活 所以我相信我们不会只是做听道者 我们也会是行道的人 所以这些问题是让我们是如何能够使用 就是你可以反思一下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生活离开了神 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计划中去寻求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六点 这并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真的是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去跟神祷告去寻求神的意见 比如说你早上吃什么 你要穿什么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 也不是什么事情 我们都需要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 而是那些比较重大的 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你自己不确定的时候 你可以寻求各种各样的帮助和建议 最后那我们的生活中 到底在什么时候忽略了神呢 然后这样会带来什么的灾害呢 所以比如说你真的是 你在经历一个痛苦的生活 但是你怎么能把这样 就是你在经历死因忧苦 这些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才能把你的思想转换 就是哪怕你在经历困苦 你也是知道这是神 祂带来我们的必要的经历 使我们能够成长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会有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在生活中没有神 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灾难 所以让这个问题能够时刻的警醒你 因为这不是一个小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严肃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是需要神在你的生命中 有给你祝福 那你就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一起来结束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用这样警醒的章节来提醒我们 我们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 把你排除出去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自我的世界 生活中 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计划去做 我们就靠着自己去做这专纳的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给我们的 让我们能够真的在生命中 能够带到你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感谢观看